这是21世纪最具社会经济指标的产业 亦成为许多国家赚取外汇的首要来源 台湾虽然是最小岛 但是四面环海 拥有一山傍水的优美景致 更有中外称县的浓厚的人情味 绝对具有优势发展观光 而要称为发展观光大国 本习在此提出三条捷径 第一个观光级的位阶要升格为观光署 迅速来整合全国的力量 一起来要上全世界的观光舞台 第二个我们要迅速来发行50元的纸币 这样每年可为台湾增加至少70亿元的一个观光收入 第三个就是要开始教导国人 如何做一个好的主人 我们要设法让大家知道 外国观光客不只是国内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 未来也可能是我们一辈子的朋友 或是我们国家外交上的贵人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 早期台湾每三个观光客来台湾 就会呈现我们非常具有人情味 人民是非常友善 但是这几年来 只有五个 里面会有一个说明 我们是友善的 这个是很值得大家重视的警讯 台湾最美的风景 就是人情味 所以我们希望发挥我们的友善特色 来打造一个观光大国 请张委员满容发言 谢谢主席大家好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克正 访问美国的 谢谢主席